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聊韩国总统尹薛在台湾这个问题方面啊说了硬话了尹薛他说啊我们韩国反对啊以武力的形式啊改变现状而且台湾这个问题呢国际社会大家都很关注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国际的问题咱们的外交部啊也有所反应尹薛在这一个采访里面不仅提到了台湾问题也提到了俄乌的冲突啊 暗示啊我韩国要往这个乌克兰运送武器了俄罗斯那边也有反应说了重话你往乌克兰运武器我就往朝鲜运武器啊这个新闻简单来说啊一句话就跟大家说明白这个新闻就是韩国人的世大主义的那个小聪明啊为什么这样说待会跟大家来聊啊今天还会跟大家聊聊德国的这个总理啊舒尔茨人家也说了啊在这个 台湾这个问题方面啊然后我们德国与法国与欧盟与美国啊这个观点一致的都是一中政策为什么舒尔茨啊说的这一句话我单独要单拎出来跟大家来聊啊因为大家得知道啊这个台湾这个问题以前跟大家反复的说过啊台湾就是给美国人准备的那口嗡啊 然后请君入嗡的那口嗡你敢碰我保证你出不来为什么咱们从舒尔茨说的这句话就可以看到咱们中国在背后还藏着大招呢这个大招是什么待会啊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先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舒尔茨啊这个新闻舒尔茨这个新闻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谁都挑不出毛病但是啊虽然说挑不出毛病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国际的局势啊正在潜移默化的发生着改变 这个改变之前我跟大家聊过这就是世界的大事啊世界的大趋势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放20年前你别说什么啊 武统台湾了啊你要统一台湾了大家都可能会觉得中国的威胁论他又来了对不对别说欧洲这些国家出来叽叽歪歪东南亚啊一些小国他都可能出来叽叽歪歪但是最近我跟大家讲你看看东南亚这些国家有谁反对啊 咱们在台湾的周边啊环台湾岛军演搞起来这个事情呢没人反对为什么世界的大趋势发生了改变呢因为你的实力起来了 而且也是因为那个美国往下去掉啊拼命的掉啊拉都拉不上来的那种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局势国际社会的大趋势也就导致了比如说像印尼这种国家对不对在环台湾岛军演的时候访问中国 然后说出来的那一句话呀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印尼要准备打造印尼中国啊命运共同体啊那你说他会反对然后咱们啊统一台湾吗之前跟大家讲过啊没准这个世界慢慢慢慢发展 大家可能就会说啊中国你赶紧统一台湾对不对赶紧解决台湾这个问题我们要台海的和平对不对台湾啊破坏了台海的和平这个大趋势 正在往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方面去走为什么之前刚才就跟大家讲了你放十年前二十年前台湾这边有点什么事没准这个国际社会直接就说你中国对不对 威胁了世界啊对不对这就是中国威胁论嘛可是走到今天大家都在说和平这个和平为什么喊出来刚才跟大家讲了咱们背后藏着大招先看一看啊 朔尔茨啊他说的这些话的一个一个原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啊这个朔尔茨说啊欧盟内部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不存在分歧 我们对华的政策没有任何的分歧德国和欧盟一样都遵守啊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啊然后的话这个关于啊武力形势统一台湾的问题是也就武统的问题 朔尔茨他说啊很显然啊不能允许通过武力改变现状这也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立场和态度 欧洲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也是一致的啊这就是朔尔茨啊整个关于台湾问题的他的整一套的一个讲法 为什么朔尔茨这句话背后反映着一个咱们背后藏的一个大招这个大招啊特别的简单就是关于武力的一个问题啊 大家反对的是什么这个世界包含像德国呀法国的马克龙啊包含欧盟吧然后他反对的是什么以武力的形式改变现状啊武力的形式改变现状是吧对不对那行没问题啊行咱们这边还没有问出灵魂疑问呢这个灵魂疑问是什么这个灵魂疑问就是美国往台湾运武器这个事啊对不对谁以武力的形式改变了台海的现状啊对不对谁往台湾那儿运武器这个事啊对不对谁以武力的形式改变了台海的现状啊对不对谁往台湾那儿运武器这个事啊对不对 武器啊谁卖给台湾啊好可怕的武器鱼叉呀对不对最近又卖鱼叉导弹对不对又卖什么F16啊对不对又卖啊又卖什么这个又据说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候选人共和党的要往台湾啊卖那种什么美国的那种步枪对不对然后要人手一把的步枪这是谁以武力的形式改变台海的现状呢对不对 这个问题只要问出来大家就得啊有一个答案呢这个答案是一帆两瞪眼的美国以前往台湾运送武器卖武器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拦不住啊美国强美国大美国横美国好横对不对美国说往台湾运武器谁敢说个步子你说个步子哈哈你早收拾呢对不对你别说你说步子了我这美国啊只要看你不顺眼对不对让你戴帽子对不对 只要看你不顺眼我都得弄你这是什么对不对洗粉皮这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有这玩意我弄你对不对别说你说步子了你啊有事没事只要我看你不顺眼我都得弄你啊这就是原来的美国美国往台湾卖武器拦不住可是这个世界随着此消的鼻涨对不对东升的西降啊接下来真把中国惹急了啊对不对大家都要和平要和平 没问题对不对那大家回答一个问题谁用武力的方式破坏了台海的和平现状呢对不对可能有些啊有些啊大号的立陶宛的大波波呢可能啊身为美国的马前卒会质问一句啊你大陆这边你也拼命的造武器啊对不对你的歼20歼35你的航空母舰055052 你拼命的造啊你破坏了台海的现状那行我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而且呢我还是什么呢我还是五大流氓之一啊联合国啊五常之一对不对然后的话我啊造点武器怎么了对不对我有点武器怎么了我还不能造武器啊还都是常规的武器啊军舰航母啊 我的航母才几个你美国航母多少个呀你美国还何动力呢对不对总而言之吧那你能啊你能质疑大陆这边啊有武器吗那可能会说啊那那种啊大波波大立陶宛可能又会质疑了那你有这些武器啊美国往台湾弄点武器怎么了对不对弄点武器啊他错了吗错了呀对不对以美谋独啊你是在支持台独啊 我说过很多回啊你是不是反对台独拜登不说了吗四不一无意五不一五不四无意对不对天天的说反对台独结果那你往台湾啊这个送武器你这就是助长台独的嚣张啊那个气焰了嘿嘿总而言之吧大家发现没有咱们这边是逻辑闭环的但是想要完成咱们这个逻辑闭环有一个前提做好自己你的实力起来呀这个逻辑的闭环才会起来呀 这就是中美博异解决核心解决台湾这个问题的核心的癥结啊对不对你得强你不强你你你你掌握了宇宙的真理都没人都没人理你但是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你既要掌握宇宙的真理对不对你的逻辑要闭环你还得有什么你还得有自己的实力啊自己的实力强了就像像那马克龙一样嘛然后的话啊法案中的有一万岁啊 关于这个逻辑闭环呢还有最后的一个啊最后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可能啊那些特别可爱的一些网友包含啊大立陶宛大伯伯啊这种啊美国的马前卒可能会问呢你啊那个什么台湾有点武器你那边也有很多啊这是个正常态首先你遵不遵守一中政策对不对这就是咱们逻辑闭环的一部分一中政策你遵不遵守啊如果不遵守的话你给台湾送武器啊那台湾你是把台湾当成 跟我一样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台湾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土匪对不对他没有任何的法理你跟我建交呢你还是跟他建交呢对不对你要不遵守一中政策呢咱们俩一番两政也完事了要不要翻呢总而言之吧咱们只要把这个逻辑给把住了未来随着中国的实力往上去走谁也不能说出一中国一个步子随着咱们实力往上去走了原来那些什么列强啊 五五又扎扎那么看起来特别豪狠的一个一个国家走到今天都是要和平的形象对不对台湾要和平啊我们反对武力改变现状啊对不对啊一定得和平一定得和平啊千万别以武力的形式改变咯现在都是显得特别的可爱对不对显得特别的纯真纯良又反对战争啊又要稳定又要维持现状又要和平 但是没鸟用为什么呢哎呀美国太坏了呀对不对美国的那些政客动不动就是啊要给台湾啊运送步枪你就运咯你运呢对不对使劲运呢你运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把我弄急眼了把世界问一圈你看一看谁用武力的形式破坏了现状啊到时候灵魂一问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翻两瞪眼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面临选择的时候会改变自己的讲法吗 对不对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和平可谁破坏了和平呢 总而言之吧关于台湾这个问题啊像德国像欧盟像法国不还像美国只要一中正式好事啊为什么是好事啊喊和平好事啊为什么是好事啊原因很简单随着时间的发展谁在往上去走谁在此消彼长谁在东升西降啊对不对这就是时间在谁的那一边 喊和平好继续喊继续喊这就是啊关于那个说耳词啊喊台湾台湾这个问题要和平这一点所以说呢他喊什么没关系你喊和平没关系继续喊但是啊千万别踩我的底线就行了 然后对于美国来说你要喊和平也行我就听着你喊和平对不对听其言关其行到时候你千万别往台湾卖武器哦 随着我的实力起来的时候你往台湾卖武器那可能就变成你错了哟以前你卖可以现在不行其实就跟环台湾脑军演一样环台湾环台湾脑军演这个事啊其实也给全世界看到了谁强谁弱谁上升谁下降为什么 这个蔡英文第二次环台湾第二次环台湾脑军演呢蔡英文见麦卡锡是窜访美国过境而已对不对以前我跟大家讲过陈水扁有没有过境过美国呀有啊对不对想当年李登辉别说过境美国还跑到美国去演讲啊康奈尔大学呀对不对那个时候哎呀中国的实力啊还是不足够嘛但是走到今天走到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状态 美国人委屈啊美国人都说了啊你中国不要反应过度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个过境就有过对不对这是以前以前啊然后的话没有踩你底线没有踩你红线不过分我们的麦卡锡见蔡英文不过分以前就过境美国以前就这样见过我们美国的政客对不对你不要反应太激烈走到现在你说这个话没用我就在那搞军演我看你能怎么着啊 这就是此消彼长以前李登辉又如何以前陈水扁过境美国对不对没招对不对走到现在你蔡英文过境就不行 这就是世界的大趋势啊改变不了的以前美国往台湾卖武器没办法现在以后未来你再往台湾卖武器我就要问一下各位了大家都说了反对以武力的形式改变台海的现状那现在往台湾卖武器是不是以武力的形式改变台海的现状啊 各位回答一下对不对然后咱们一翻两瞪眼的时候看一看大家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是从德国这个新闻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们这边还背后藏着一招 为什么咱们之前的政策大家可能觉得没那么爽 为什么既要掌握宇宙的真理又得好好的发展自己 这就是主要的原因呢咱们现在接下来看一看韩国韩国这个啊总统尹靴的这个事情刚才跟大家讲了尹靴这个新闻可以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世大主义的小聪明来了为什么世大主义的小聪明啊咱们先来看一看尹靴他都说了哪些啊在台湾这个问题上面啊他说啊这个这些紧张局势的发生啊是因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啊韩国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啊绝对反对这样的改变 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啊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也是和朝鲜问题一样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这句话啊踩了踩了咱们的底线对不对两个中国呀对不对或者说一中一台呀而且呢尹靴这个观点其实非常的站不住啊 但是这也就是世大主义的一个玩法就显得自己的特别的白痴 其实我相信很多同学看待韩国这些问题尤其是尹靴的一个表现就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的蠢 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面犯错然后你真的是把中国得罪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可是大家得知道他为什么得罪世大主义大家不要以为世大主义真的就是啊我侍奉一个大国 然后我就全心全意侍奉了错了一个小国要玩世大主义的时候他也是有目的的利益 为什么待会跟大家讲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尹靴蠢的一个地方 但这个蠢是有目的的啊他蠢的地方就是啊这个什么紧张局势的发生啊是因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啊 对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指的是什么呢 还他问到军演吗你指的是军演啊是试图以武力的形式改变现状吗 那你韩国的周边你韩国配合美国人在朝鲜半岛附近啊你搞了多少回军演了 这被最近半年都不止都数不过来了 隔那么一个月两个月就得来那么一次啊 这就是韩国的表现吗 那你是要破坏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现状吗 啊 总而言之吧 就韩国这韩国的隐穴他说出来的很多的观点都是特别的愚蠢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蠢真的是有原因 你包含咱们得先说啊 这个隐穴他说的这个主题 他接受这个路透社的这个采访啊 他主要聊的是俄乌的问题 台湾问题只是捎带的 捎带手的坐的 俄乌这个问题啊 这个隐穴如何说的呢 他说主要的原因啊 是啊这个俄罗斯啊 这个俄罗斯呢 就是说你啊战争 你侵犯了这个乌克兰 侵犯了乌克兰呢 而且有一些啊大规模屠杀的事件的发生啊 然后呢我们韩国将不得不考虑啊 然后的话要放弃之前的啊 只能以人道主义援助啊 然后的话援助乌克兰 我们未来有可能呢 就转向经济啊军事啊 这些援助给乌克兰 也就是要将韩国的武器弹药啊 运送到乌克兰 然后呢啊 这是隐穴所表达的 总而言之啊 你俄罗斯有问题 你俄罗斯坏 你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 所以说呢啊 我们要追军事的援助乌克兰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啊 你你韩国王这个乌克兰运武器 能够决定这场战争的走向吗 我相信明眼人都知道 美国现在撑不住了 韩国就能撑得住吗 你韩国那点弹药 有美国的多吗 美国那点弹药全都耗在战场上了 也没有改变这个战场上的现状啊 你韩国网上填有用吗 对不对 花你自己的钱 花你自己的武器 你还得罪人 对不对 俄罗斯再怎么说 也是你的周边的邻国呀 你真的是惹了俄罗斯 倒大没呀 对不对 包含之前我跟大家也聊过 韩国这个国家天然气的价格 也是两倍两倍的往上涨啊 然后民生的物资 韩国的通货膨胀 也是在往上涨啊 韩国民运起来了 可是你现在这么搞 你得罪了俄罗斯 你从俄罗斯买能源 这个价格不会便宜 美国卖你也是高价呀 那你韩国是不是蠢 这不是蠢同学们 大家记住啊 他小心小心思特别的多啊 俄罗斯这边有所反应啊 克里姆林公直接说了 你啊 你韩国啊 要往乌克兰运武器弹药的话 我呢 我往朝鲜弄 我俄罗斯的武器的话 你韩国人看将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是一个非常警告的一个口吻 但是啊 韩国的这个总统总统啊 总统办公室啊 然后的话 他那个回应特别的有意思啊 首先呢他说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我们不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回应啊 这个说法制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他其实评论了 这就是韩国就 特别的就是蠢 但是个蠢 你真的是啊 替他去思考 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啊 待会儿讲 这个尹薛 他说 关于啊 这个韩国总统总统府的办公室 他说 尹薛涉涉污 军援言论 符合常理 为什么呢 我们啊 这个什么 不能发生这个 这重大的杀伤贫民行为 人道主义危机啊 等等等等 我不能坐视不管 对不对 因为发生了这些问题啊 我们说出这种话是正常态 但是 关于啊 大规模的 这个杀伤贫民这个事情 你说的是俄罗斯吗 你说俄罗斯 你那有证据啊 对不对 人道主义问题 人道主义问题是问题 但是你到底说的是哪些问题呢 对不对 因为战争啊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平民都受到影响 欧洲的也受到人道主义的危机的影响 对不对 那些难民也是人道主义危机 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他没有说出 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 可是在说这个话 为什么呢 就是造了一个默冷两可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惹得俄国人给他说重话 咱们这边呢 外交部呢 对待这个野血呢 直接就是一句话 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啊 不容他人智慧 为什么 咱们说了一句啊 不是那么十分重的话 但是的话也是一个不爽的话 为什么呢 其实也是一种态度 这个态度 其实大家一定得知道 这是韩国人愿意得到的 尹薛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是知道这个后果的 韩国的总统府办公室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的是啊 尹薛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是尹薛是知道我们说这个话 我们韩国说这个话背后带来的一些后果 但是你俄罗斯做出的这个评论 我们不予置评 就很明显的表明了韩国是知道这个后果 这个后果跟他的事大主义十分的相关 这个事大主义不是说全心全意释放那个大国 而是在释放那个大国的同时得到利益 下个星期尹薛就要访美了 同学们 大家把这个新闻连起来看就明白了 尹薛下周就要去美国访问 访问美国干嘛 访问美国干嘛 商量什么大事啊 韩国能决定哪个地方的大事啊 韩国能够解决朝鲜这个问题吗 还是那句话 朝鲜的火炮就能打手耳的一个情况底下 韩国到底有多强 有多硬 有多好棒棒啊 都没有 他连朝鲜办到的局势都解决不了 韩国能够啊 跑到美国商量国际的大事 对 掌控国际的这个这个发展的方向了 都不能 但是韩国 然后去美国干嘛去了呢 美国人是希望韩国将武器弹药运送到这个乌克兰的 韩国愿意往乌克兰运武器弹药吗 不愿意 大家一定得知道 没人会做赔本买卖的 大头的生意啊 他有人干 赔本的买卖 他没人做呀 韩国愿意做赔本买卖吗 往这个乌克兰运武器 他能获得什么 获得的就是俄罗斯人恨死他 对不对 获得的就是他买那些天然气 买石油的价格就高高 就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对不对 而且俄罗斯也是身处这个啊 韩国的啊 旁边的邻屋 那你说说那你说韩国他愿意得罪俄罗斯吗 或者说愿意得罪中国吗 然后或者说啊 他愿意做赔本买卖 把自己的东西往乌克兰运吗 不愿意 韩国是不愿意的 可是美国人要啊 美国人自己造不了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了 现在啊 按照常规的那种状态来说的话 和平的状态来说的话 他现在已经美国的那个弹药库已经见底了呀 这是美国马克米利包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都曾经说过的话 对不对 美国往乌克兰运武器 把他把他之前的一些常规的弹药全耗光了 现在韩国往韩国往这个乌克兰来运 那韩国不愿意啊 还是那句话刚才跟大家都都说了 美国的弹药耗尽都没有改变俄乌战争的走向 那你韩国的弹药进去了 就能够改变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了吗 他不能啊韩国不愿意 他只好对不对 借着一次采访把事搞大了 我有难度啊 对不对 美国爸爸我有难度啊 这个难度是什么 这个难度就是你看看俄罗斯人骂我 中国人也骂我 对不对 我真的是想替你做事啊 你美国人说了嘛 人道主义危机啊 对不对 针对贫民的屠杀呀 你看我跟你美国观点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网乌克兰运武器啊 你美国也说台湾问题了嘛 对不对 台湾不能以武力形式啊 改变现状 你看看我韩国也说了 跟你美国人说的一样的话 跟我大哥跟爸爸你说的是一样的话 你看看结果呢 俄国人要弄我 对不对 他说了要往朝鲜运武器了 对不对 朝鲜半岛局势如此的紧张 美国竟然往朝鲜 俄国竟然往朝鲜要运武器了 美国爸爸快给我好处啊 大家明白了吗 这就是事大主义 这就是事大主义的小聪明 而且这个小聪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尤其是在这个世界的格局之下 对不对 是中美博弈的一个格局 很多东西可能会说 你老五老说 对中国现在啊 东升西降 然后呢啊 这个这个此消的鼻涨啊 美国不行了 那为什么韩国不侍奉中国 原因很简单 大家想象一下 你是这个世界的小国 假如你是一个小国啊 然后世界现在中美博弈的一个大格局 假如假如你对于世界未来的判断 是什么呢 是啊 一边看起来跟真的是啊 未来要变成老大了 另外一边眼看着他往下去掉了 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就另有一边啊 十有八九啊 未来会越来越好 另外一边呢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往下去降 你是小国 你认为你从哪头能够得来的利益更多呀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你是小国的话 你认为在这两大国这种表现的情况底下 你认为在哪头你能够得到利益更多 是那个大家都认为他未来可能要变成老大的吗 如果大家都认为啊 有一个国家未来可能变成老大 希望非常的大 对不对 然后哪件事他做的都特别的好 特别的棒 你贴向了这个大国 那是应该的 对不对 那是应该的 然后这个大国不会多给你一分钱吧 啊 对不对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然后的话啊 你你这个大国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我身边 然后的话你往这个大国摄像机 大国对于你啊 那没准是啊 爱搭的不理 然后如果说肉眼可见 往那个速往下掉的速度非常的快 是这个国家的话 你去找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然后的话将要给你利益会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急需身边多点盟友嘛 对不对 急需啊 你赶紧来我身边吧 你来帮我吧 对不对 帮我 我给你利益啊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在渐渐的远离肉眼啊 那个往下去掉的速度肉眼可见的那个国家嘛 然后的话就跟现在的美国有什么区别 大家想想美国身边欧洲的盟友 对不对 法中有一万岁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那就更不要提拉美巴西 啊人民币结算了 对不对 然后呢更不要提啊 这个什么东南亚 对不对 印尼中国命运共同体了 那更不要说西亚 对不对 西亚这些国家 哎呀人民币结算石油天然气了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对不对 中国身边的人少吗 还是美国人身边的人多呢 美国现在这种这种情况 韩国说我站你美国身边 你美国得给我东西啊 你看看吧 俄国人骂我呀 中国人骂我呀 俄国就要往朝鲜弄武器了 美国爸爸赶紧多给点 所以说大家想如果你是小国 你认为在中美这两大国之间 你从哪个国家身上得利会更多呢 这就是典型的世大主义的小聪明 为什么很多东西可能这个时候又问了 那韩国不怕遭报应吧 那未来那未来呢 如果中国认起来了 那收拾你韩国 对不对 邻国 接壤的邻国 然后的话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你韩国又走不了 你未来这样怎么办 没办法 没办法 小国嘛 就是图眼前的力嘛 能多争一分的力 多争一分的力 反正早低头晚低头早晚都得低头 这是一个趋势 没有任何的办法 又不是没低过头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然后对着中国低头 这是少吗 当中国那那多少年的 那个翻鼠国了 对不对 这就是 这就是朝鲜半岛 这就是韩国 他不怕低头的 他低过头 而且低过不止一次的头 你知道吗 这就是韩国 他不担心那个事啊 但是总而言之 先把利益划了来 再说 这就是韩国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韩国的现状吧 所以说像韩国这种小国 在这左右的跳 左右跳 你看着 安安静静的一段时间 忽然间又冒了一段硬化 为什么呢 下个星期去美国呀 这新闻连起来看 你就知道韩国人这个心思 用的之深沉 对不对 不容易吧 这些小国啊 生存在这个世界 不容易啊 其实啊 很多同学对韩国啊 曾经有过一些好的评论 比如说啊 你看看韩国人对于明朝 大明朝 那简直是效忠的态度啊 对不对 到了清朝啊 像这个清朝低了头之后 还是照样的穿啊 明朝的官服 用明朝的纪念 对不对 用明朝皇帝纪念啊 你看一看啊 用的还都是明朝那一套 之前我就跟大家聊过 这就是向清朝人表忠心的一个方式啊 你看一看清朝啊 清朝的爸爸 对不对 你看看大明朝原来对我们好 我们就记着大明朝 我们不是那种 那种啊 那种身有二心 三心二意 我们是绝对的忠诚啊 谁对我们好 我们绝对的忠诚 只要你大清朝的以后对我好 对不对 然后我也这样忠诚于你啊 这是韩国人的一个玩法 是大主义 小聪明啊 这不是一个大国的玩法 大家可能不明白 但是你要放在韩国 估计啊 每一个人都明白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聊那样 韩国啊 大家都知道韩国人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啊 不喜欢中国就是不喜欢 可是你看一下韩国国内学中文的有多少 对不对 就拿北京来说 不说忘经 就说五道口 曾经啊 就是疫情之前几十万的韩国人在这儿啊 韩国小孩啊 然后在这学中文呢 都在五道口那儿挤着呀 不见得都是有钱的家庭 没其他人家庭照样来学中文呢 为什么呀 他不喜欢你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 不喜欢中国 干嘛学中文呢 作为一个大国的国民 就比如说像中国人 我不喜欢一个国家 我真的是不爱学他的那个语言 更不喜欢他的文化 他的电影电视剧啊 一些文艺类的作品不喜欢 讨厌 真讨厌 这就是大国 你知道吗 你根本就不在乎他 小国他嘴上骂你 他是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得利啊 韩国现在也是这种状态 所以说啊 关于台湾这个问题啊 大家慢慢看吧 不管是啊 从舒尔茨在台湾这个问题上的表达 还是从尹虚 在这个台湾这个问题上的表达 大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大家说的都是什么 同样的一句话是反对武力改变现状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此消彼长的话 对不对 往台湾卖武器啊 都会变成啊 这个原罪啊 美国人你要小心的 对不对 往台湾卖武器早晚变原罪啊 就跟啊 这个麦卡锡见蔡英文一样 以前像什么李登辉啊 陈水扁呢 窜访美国 过境美国啊 去美国的大学演讲 咱们这边没有多大的一个办法 可是走到现在 蔡英文见麦卡锡 哪怕是过境的窜访 我都要玩军演 而且你美国还没办法 那未来 以前你往台湾卖武器 不说你 未来再往台湾卖武器 你是以武力的形式改变台海的现状啊 美国你要有原罪了 大家慢慢观察 这个世界的趋势不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只要中国把自己做好了 只要自己的实力起来了 这个趋势就是这样往下去走的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跟大家多讲一句啊 刚才跟大家聊了鱼叉呀 鱼叉导弹 大家可能会说啊 这是美国的反舰导弹啊 可能有些啊 同学又得出来说了 亡我之心不死 你老五叔啊 这个鱼叉导弹卖给台湾不重要啊 也不是不重要 那是影响了解放军的安全 稍微了点了解点军事 想一下想一下啊 鱼叉导弹是在哪用的啊 鱼叉导弹有什么潜艇啊 潜艇发射的 又是潜潜艇载的啊 鱼叉导弹啊 台湾是没什么潜艇的啊 台湾那俩破潜艇 什么海龙号海虎号吗 然后的话还是海狗号望啊 不然之呢 都真的是啊 那真的是爷爷级的潜艇了 根本用不了鱼叉导弹 然后的话还剩下什么呢 还剩下比如说 像军舰发射的 还有什么飞机发射的 军舰发射的台湾有 阿里伯克级盾舰啊 可以装那个鱼叉的导弹 然后飞机发射的呢 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一款啊 F16啊 上面弄着鱼叉的反舰导弹 来发射的 然后的话 这个总而言之吧 台湾有两种形式 可是这两 这两种形式能伤害得了解放军吗 首先鱼叉导弹啊 它是反舰的 对不对 它是针对军舰的 啊 记住这一点很关键啊 咱们打台湾会先上军舰吗 不会 明眼人都知道 我跟大家讲过一百回 打台湾的话 真要对台湾动手的话 先是啊 那个火箭弹覆盖 远程火箭炮覆盖 然后导弹覆盖 然后无人机上 然后在什么军舰的飞机啊 再上 再离一遍地嘛 总而言之台湾离几遍 鱼叉导弹 在哪呢 机场前给你打的吸烂 你的港口给你打的吸烂 你的军舰给你炸的一个吸烂 对不对 你的这个F16可能炸不着 但是机场全给你炸了 你哪 你哪飞起来 对不对 你不可能买过来那些鱼叉导弹 也对于解放军产生不了威胁 如果说咱们没动手 然后台湾先动手了 用鱼叉导弹啊 袭击啊 这个解放军队军舰 那就行 那直接保证台湾 这个岛上面的固定资产啊 那些房子啊 那些工厂企业啊 保证啊 一夜之间化为基粉 这就是台湾 你买鱼叉导弹 没鸟用 你知道吗 真的是没鸟用 原因就在这 这是什么 这是实力碾压呀 这是一个实力碾压 那举呀 很多同学一说起来啊 这个什么日本对不对 然后有军事基地啊 台湾啊 如何如何买美国的武器 为什么没用 在解放军面前没用呢 这叫什么呢 一力降实惠啊 你的实力足够的强 你的力气足够的大 他再这么巧妙 对不对 那鱼叉导弹 战斧导弹 没用 为什么 一你的反弹系统 二 他的这个 比如说啊 日本那边陆基的战斧 这个台湾的啊 这个飞机载的这个 这个反舰导弹 鱼叉 然后或者说啊 军舰载的这个反舰导弹 鱼叉 解放军这边 保证导弹全把你的机场 把你的军 把你的港口全毁了 你这出不了港口啊 你飞不起来呀 你怎么样威胁我 对于日本同样的道理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台湾的未来 为什么 一颗棋子四口气 台湾只剩一口气 这口气就在中国 原因就在这儿啊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 就聊到这儿了 感谢各位啊